11月10日,河南永媒集團爆發債務違約後 市場信心持續下跌 風險就像傳染病一樣快速蔓延 令投資基金洪荒 國家不夠國企了 這釋放了中共國家信譽崩潰的先兆 據悉,河南永媒控股發布公告說 因為流動資金緊張 20永媒SP003未能按期觸額償付本息 已經構成實質性違約 違約本息金額共計大約人民幣10.32億元 永媒集團隸屬於河南省能源集團 下面的核心資產上市公司永媒控股 是中國500強企業之恩 總資產1726.5億元 總負債1343.95億元 資產負債率達到77.84% 財務槓桿已經處於高水平 在總負債中 流動負債合約979.49億元 佔比近73% 機構統計數據顯示 11月11日當日 有多達37隻持有永媒集團債券的 正值下挫其中包括華泰資管 融通基金 平安基金 廣發基金 人保資產等十幾家非銀金融機構 而華泰資本捉雷的產品最多 外界注意到永媒在圍約前20天還發行新債券 兩個星期前還在市場露燃 聲稱資金充足 更惡劣的是 在圍約前 永媒還將其下優質核心資產 價值35億元的中原銀行股權 無償劃出 被懷疑永媒是惡意逃債 並轉移資產 防止債權人追債採取的保存措施 撤局陷害投資者 奇怪的是 資產規模上千億元 為何還不起10億債券 作為國企 河南省的國資委 為何不出手相救 永媒是一個月來 第二家千億級 中共國企債券違約的企業 三個禮拜前 華晨汽車也衰在一筆到期的10億元債券上 原因也是資金緊張 國營企業的債務違約 現在已經不是個案 從2018年4月份信用風險爆發 到康美藥業、康德新、瀋陽公用等 今年10月下旬以來 從瀋陽聖經能源 兩隻全續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違約 青海國投永續債延期 到華晨私募債違約 紫光集團不屬回債券 再到永媒控股實質性違約 一連串信用風險事件 令信用投資者如履薄冰 講到紫光集團 中共官方大力宣稱要投入巨資發展自主晶片產業 但10月以來 卻頻頻傳出晶片生產線投資爛尾 晶片業者資金斷鏈消息 連青華、紫光現在都面臨債務壓頂 據彭博報道 紫光集團現在命圓一線 在1,500億元人民幣債務的一旦違約 巨額債務到期壓力下 紫光是債券近日連年崩盤 有些價位已經跌到不夠面積的30% 在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的背景下 紫光作為國有控股企業 長年來摘重金投入芯片生產 在中國半導體設計和製造相關領域 具有一定優勢 部分投資人因此長期抱住 中共官方會出手援助的僥幸心態 但據新聞網站REDD報道 中共國務院、北京市政府及清華控股 至今沒有傳出要採取實質性救助行動的消息 就好像持有永媒債券 趕到河南追債的一名機構人士說 看來政府是不再理國企了 香港金融分析師蔣天明表示 中國很多國企都經營不善 很多都是借了新錢還救債 今次永媒一個債券不還 就可能導致今後他們再無法發行債券 因為信譽沒有了 金融的實質就是信譽 永媒違規令投資者對煤炭行業 以及那些弱的國企產生懷疑 今後誰也不會再去買他們的債券了 永媒出事後 很多基金開始清理自己的投資項目 看到有類似永媒這樣的企業債券 就快去做風險評估 然後拋售脫手 他分析說 這個債務風險會好像傳染病一樣快速蔓延 導致骨牌效應 最後令整個金融業出問題 據專家介紹 整體銀行系統超額準備金僅在2-3萬億兩級 如果出現千億級別的流動性衝擊 足以在邊際上改變流動性狀況 更何況市場已經開始自發地收緊信用債槓桿融資 目前大陸地方國企債券存量大約是5萬億級別 上動於最少股份製銀行資產的5倍 雖然當前涉及違約債券本金佔比大約5%左右 但這個違約率水平已經遠超銀行表內順貸的不良率 華府中共問題專家石藏山表示 以往中共有錢的時候遇到國企資金周轉不靈 會將相關銀行、機構等召集起來開會 想辦法化解危機 過去中國經濟崩而不潰的秘訣 就是私底下印多些銀子、多發放貸款 保證現金流不斷 哪怕是殭屍企業也靠政府輸血來維持著 石藏山說 以前投資國企債券都覺得比較安全 因為有國家信譽做擔保 國家不會看著國企破產而不理 但現在不行了 中共經濟出了大問題 周轉不靈了 中共想管都管不過來 沒有能力去理 因為全國各地都在地方債爆雷 管不過來也管不到 這次永媒違約就是一個信號 即是國家信譽崩潰的先兆 哪怕是研發芯片 這樣對中國最重要的項目 中共也賺不到錢來給紫光集團還債 這個說明原來那套機制失靈了 中國經濟馬上就要出問題 最後石藏山表示 即使後面河南國之委幫永媒想辦法 但曝露出的這個先兆 卻是非常重大的信號 中共的國家信譽開始出現問題 很快就要崩潰